美国国防部的机密外泄案件 涉嫌外泄机密的21岁国民兵 现在已经出庭受审了 由于他过去在网络聊天室里头 分享了机密文件被带 麻州的联邦法院开了积压庭 而这一名大兵要求交保 但是检察官认为他有弃保潜逃的风险 因为他知道太多的国防秘密 极有可能成为外国政府利诱跟绑架的对象 而检方现在也公布了更多的证据 显示这一名泄密男子有暴力的倾向 拥有多把枪支和反社会人格 并且还在网络上留言威胁说要大开杀戒 警方早就把他列为问题人物了 但是国防部居然还录取他担任国民兵 甚至可以准许他取得机密文件 这样的决策流程让外界费解 美国国防部机密外泄案 21岁空军国民卫队电脑科技人员遭逮捕 他涉嫌在网络聊天室分享机密文件 周四麻州联邦法院开积押亭 嫌犯的律师要求2万美金交保 律师向法官表示 当事人无意将机密泄露到聊天室以外的地方 因此对国安不构成威胁 不过检察官却认为被告有弃保潜逃的风险 因为他知道太多国防机密 极有可能成为外国政府利诱和绑架的对象 去 foreign nationals foreign governments actually trying to snatch him if he was allowed out but i do think look the man is charged with violating the espionage act he clearly doesn't merit the trust that would be required to let him out on bail i wouldn't trust his family as well a foreign agent many many actors would be willing to pay a lot and go through a lot of hoops to get him out of the country or help him to get out of the country so he's a flight risk and he's not reliable 检察官还公布嫌犯在被逮捕前 刻意毁损电子用品 像是电脑记忆体 平板和游戏机等 嫌犯还要求聊天室的成员删除文件 不要回答检掉的问题 明显想要湮灭证据 另外嫌犯有暴力倾向和反社会人格 他在高中时期就因为威胁使用武器而遭到停学 FBI还发现他在网络上搜寻大规模枪击的讯息 同时发布种族歧视言论 警方在他申请购买枪资资格证明时 已经将他列为问题人物 但国防部竟然还让嫌犯进入国民卫队工作 也让外界百思不解 国防部也被问得哑口无言承诺会彻底调查 不过国防部强调这是单一事件 否认整个国防系统出问题 警方也在泄密男子的卧房内发现了一个枪柜 里面有多把自动步枪和手枪 嫌犯去年11月在社群网站上留言 他表示希望恐怖组织IS执行攻击计划 在世界杯赛事上进行屠杀 他说如果按照他的方式 他会杀掉一大堆的人 寄压廷法官认为检察官的证据很有说服力 还修理被告律师批评他的辩护说法薄弱 调查发现嫌犯房间的墙上挂着俄罗斯的军事三角徽章 显示他对俄国的支持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到48小时 嫌犯就在聊天室里分享敏感军事机密 交谈对象超过600人 他在后续的文件中 揭露乌克兰的战备能力和军事行动计划 对乌军目前的反攻行动造成冲击 文件也披露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在俄乌冲突上 比较以俄罗斯的利益为考量 气得联合国向美国表达抗议 年僅21歲的國民兵泄密動機 竟然只是為了向網友炫耀 對於事件的嚴重性 似乎不那麼在意 法律專家表示 泄密案若成立 他將被判至少25年刑期 TVBS新聞綜合報導